刚才我们在台下听吴老师演唱 其实你知道我跟书月 就静静地看着您 就是听了这首歌的歌词 我的早餐从来不简单 我的早餐总是要让你等很晚 就这种特别平时的语言 打到我们的心坎里 让我们都能想到 自己的妈妈在背后 默默地付出 永远她告诉你都是 儿子我挺好的 我什么都是挺好的 但为你做了所有所有 特别地感动 您看吴老师今天两首歌 春晓早餐 真的是体现出了 咱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非常非常的完美 所以今天再问问您 今天年三十了 您有哪些新年愿望 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 分享分享 愿望太多了 春暖花开 终于是盼到春天来了 我觉得有好多好多的愿望 说两个 第一应该祝我们所有的 应该说我自己的 愿我的家人都健康 父母 老人 尤其是老人 希望他们健康长寿 再有一个呢 说到我自己 我希望能创造出更多的 好听的 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作品 我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 新的一年 我们也祝福吴老师 平安 健康 幸福 谢谢您 谢谢 谢谢